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瞳 今天是2020年5月12号,星期二 那么大家都希望说我在视频里面解盘稍微解多一点 其实我不是不解盘 而是我现在在视频里面的解盘通常都用点暗示给各位 那我详细的解盘都会在这个索码频道里面会讲得很清楚 今天呢我稍微公布一些过去的资料 就是这一两天的资料给你看看 就证明说王瞳讲的话都是提前告知 而不是事后马后炮 那像今天是5月12号 各位可以看一下5月11号视频的封面 就是说我刚开始不是有一个王瞳的封面吗 你看看王瞳在昨天下面写的字叫什么 很简单八个字啊 大盘创高量价备离 八个字给你啊 还不够提醒你吗 那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提醒你了 你希望说要知道说明天会涨几点 明天会跌几点 那么对不起 我只会在索码频道里面讲 在这个地方我不会讲 好那今天呢 讲盘前我先告诉各位 我是不是在昨天前天 我都告诉你 一万一千点压力很重 哎呀老师昨天占上一万一了 没有压力哦 哦对对对对对 你们都对你们都对 那请问今天呢 今天你如何告诉我啊 哑口无言 好了我们先看两个重要的讯息 给各位看一下啊 你看第一个啊 这个讯息出来的话 你会发现到真的是很奇怪的讯息 美国之音 中国隐瞒疫情 获延各国 却拒绝 却拒绝 豁免一带一路国家的债务 还有还有这种事啊 武汉肺炎大流行 中国被控隐瞒真相 导致各国受害 外媒指出 中国作为发起一带一路 国际基础建设发展计划的谋主 却无意免除深受疫情所害 贫穷国家的债务 哎呀太漂亮了 那我现在就问一句话 你们那些国家谁叫你相信啊 谁叫你相信一带一路啊 你们不是认为说他很好吗 你跟台湾断交吗 没有关系 你们尽量去尽量去 就像王同奖盘一样 你们尽量去看人家的节目 尽量去参加人家的light 你去了以后就知道好坏了嘛 这不是王同奖盘常讲的话吗 对不对 现在就发生这个事情 好奇怪哦 国际间发生的问题 都跟王同预测的一样 大家看到啊 这些受到疫情打击的贫穷国家 陆续求助多边机构 G20中的债权国成员 上个月一致同意在年底前 停止收取贷款利息 然而中国虽签署上述协议 但不包括优惠贷款 这意味响应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低收入国家 其于计划内获得的贷款 仍需缴纳贷款利息 再来的重点在这里 美国之音引述华盛顿智库 全球发展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称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商业贷款 其还款期与宽限期均短驴世界银行 且利息较高 哎呦 这简直叫什么 落井下石 这简直是勤鬼拿药丹 现在尝到苦果了吧 给你们看了这个你们都不信嘛 对不对 以为说我们好像对他有仇恨 我不是对任何国家有仇恨 而是我们永远的救世论事 救世论事这四个字 我想你们应该会写吧 再来我们可以看另外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要讲起来 我实在是很搞不懂 怎么会有这样的投资 来我们看看这个内容 巴菲特 投资 美国最大太阳能发电项目 或川普政府批准 那川普政府当然要批准了 因为你要投资 他最大的太阳能发电项目 好你看一下 彭博士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周一批准了 拉斯 拉斯维加斯 北部太阳能发电项目 双子座太阳能项目 该项目成为美国最大太阳能发电项目 估 预估将赤值10亿美元 以得到巴菲特的波克夏海瑟V子公司 就是NV这个能源公司 和私募股权公司的投资 看到没有 将购买该电厂690兆瓦的电力 可储存白天的电能 以便在傍晚需求高峰时期释出 讲的理论是没有错了 理论当然是对的了 那现在你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你会想到什么 那王统想到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们不是讲油价要创造奇迹吗 油价要创造历史奇迹 看到林园吗 那你投资太阳能干什么 油都用不完的你还用太阳能 有病呢 王统现在直接预判 直接告诉你 这项投资保证你失败 你不像你看到好了 你看王统讲的对还是讲的错 没有关系 五年的时间来验证 太阳能现在慢慢慢慢也要被一样东西取代 暂时保密不告诉你 风力发电是风力发电 它有固定的用途在 那个可用可不用 火力还是照常进行 水力现在已经没有了 核能已经慢慢的减少当中 所以大家会走向太阳能 这也是目前看起来是对的 但是时间一长是错的 我已经现在透露你的 地图上有另外一种发电的方式 即将问世 所以你们不要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观点 以讹传讹 所以王统今天看到了 巴菲特做这种投资 他成了 恭喜他 这个我没有说仇恨巴菲特的意思 没有啊 只是我再生的告诉各位 不要把人家当股神 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投资人 只是说他的运气好 手上集结了很多资金 要不然你们今天全部人都出一万美金给我 出了这个有一千万人给我 你看我手上集结那么多资金 你看我会不会投资 那一定的嘛 对不对 这个道理就好像讲到现在一样 做我们这个行业 来看谁的会员比较多 在这里 同样道理嘛 是不是 由小看大 都是一样的 好了 今天呢 盘叠的这样子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开始稍微帮你解一下盘好了 让你们心里面可以舒坦一下 不要那么紧张 那我现在讲盘前再告诉各位一句很重要的话 这一波拉回是技术性回档 不是崩盘 你们不要搞错了 技术性回档是 拉回要承接好股票 再讲一遍 拉回要承接好股票 这几天你看王同志的视频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我们现在手上是 马克马克马克的现金 对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包括今天呢 我们的同事啊 向着业务部的经理啊 又来找我聊聊天 要跟我讲说 老师 我们现在会员手上的事故只剩一档 对 我都只剩一档 没有错的 这一档还没有出 我讲白的就GIS了 我还没有出来 就这么简单了 对不对 那剩下的都几乎都出光了 对不对 而有的个人买的 那不算啊 那不算 个人买的 我另外再带的 那都不在话下 那现在告诉你 是不是我们手上 马克马克现金 对了吗 那现在盘下来 我们就有本事可以去剪 你上面没有卖 你下面怎么剪呢 那你这一波打下来 你就要把握回档的时机呀 把握回档的买点 而不是打下来 杀杀 有病咯 真的叫有病 来看一下 王同宣布答案给你看 你看看5月8号礼拜五 母亲节前一天 5月8号礼拜五 涨了58点 我只给你写四个字 这一章我在这里没有给你看 我忘了怎么给你看了 我都告诉你 小心应对 但是我在索码频道里面 是百分之百给你看 索码频道里面都有给你看 再看一下昨天的好吧 来 昨天的 5月11号 涨了111点 看到没有 昨天的 我只告诉你 大量调节 大量调节 那我这个也在索码频道里面都有公开 我现在给你看的 是我昨天给索码频道的会员们看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绝对不会去改一个字 因为呢 我这里讲的跟昨天讲的不一样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自己找麻烦 那我接到申诉的电话 complain的电话就一堆 我不必自己找麻烦 来 再给你看 宣布谜底 昨天的谜底 给你看清楚 来 这张图看到了没有啊 这张图看到了没有啊 我上面已经画给你看了 下面也画给你看了 告诉你量价背 你四个大字写在这里 那你要问我是涨还是跌 我当然在这里没有讲了 那我在索码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再给你看一遍 来 看清楚 来来来 照一下这一张 照一张这一张啊 不要动了 就照着 就照着 来 给你讲一下 量价 价在这里 量在这里 看到没有 给你四个大字 量价背离 这也是说 我昨天的视频里面啊 那封面 我都写了四个字 你们不是常讲吗 有图有真相 对吗 这个真相都还留在这边 只是昨天的事情 有图有真相 不会模拟两可 今天给你看看王瞳的讯息 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喜欢看 王瞳的盘后公布的今天盘讯 好吧 给你看一下好了 5月12号9点15分 听好 5月12号9点15分 王瞳常讲 首点15分 你们的老实在干什么 你们的电脑在干什么 还要在鬼扯 来来来看看 大盘以下跌 38点开出 今天盘是开低 会走低收黑 盘中会拉一波 10980不会过 拉高时切勿追价 峰回要大胆 沉接 个股表现差异很大 目前是技术性回挡修正 不用看坏 看到了没有 我都把盘都讲完了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来来来来 来看一下啊 你看一下 今天低点在哪里 高点在哪里 10974 10980过了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上面不是写得很清楚吗 10980不会过 看到没有 10980不会过 然后盘中会拉一波 你看一下 盘中会拉一波 来来来看一下 盘中会拉一波 有嘛 有嘛 看到没有啊 有嘛 不要是说我没有讲啊 盘中会拉一波 但是呢 10980不会过 拉高时切勿追价 啊 讲得清楚明白 峰回要大胆沉接 个股表现差异很大 你们要的不就是要这个吗 难道是说你希望要吃到明天 没关系 索马频道会告诉你 今天呢 帮你讲到这里啊 就你很够了 那么我今天剩下的也不需要讲什么 股票方面 今天全部跌嘛 那全部跌有什么好讲的 没什么好讲的 对不对 那全部跌当然就是说 你要看下跌以后 哪些个股的买点出现了 哎 这就是我看得懂了 到昨天为止 我们九个交易日 九个交易日 发了17加一个红包 那另外一个加一是属于那个文贸了 我有解释过了 我在说广播节目里面有解释过了啊 因为核心会员他们走 那我们有些会还没有走 那我这讲白的就告诉你这样前行啊 没有问题啊 好了 现在我们手上是马克现金 再告诉你一句话 这一波回档不会很深 这一波回档你要赶快找股票切入 找好买点切入 哪些个股市好买点 对不起 这里不告诉你 索马频道里面会跟你讲 今天就本来讲到这边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彤老师善于解读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生存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断线无往不利 唯有王彤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1-6630-3221 华冠头顾登记104金馆 证字第009号